作词 李宗盛 你怎么会给你自己的歌呢? 其实因为这个版本已经发布了 而且那个版本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 是李宗盛跟李宗盛对唱的 要重编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压力 因为已经这么完美的一个歌 要怎么重编给它更好 而且是哥哥在唱 所以压力很大 可是因为我们就从这部电影《八王别记》 来拿一些灵感 所以就剪了一段金句在前面 然后就从那边我就慢慢地 morph 变成那个歌 其实那个金句的部分是李宗盛大哥的提议 所以我们觉得我就需要尽量配合 然后就把那个金句之后就进入歌 然后就尽量把这个歌变成个歌的style 在那个时候 其实这一张专辑跟他以前唱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之前唱的比较高 那个range唱的比较高 那这一张他希望就是唱的比较低一点 比较舒服的一个key对不对? 对 所以那些key全部都是抓的比较低的 在他那个最低的那个range 所以这张专辑是那个宠爱那个专辑 95年对不对? ok 对 而且这张专辑是他 他退休了之后 他之后再回来唱的 所以这是退休之后第一张唱片 刚好签了给肯市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在肯市 因为我是当完兵就到台湾 然后我就签给肯市 从92年这样就在台湾 所以其中这张唱片就是我 有参与的一张很经典的唱片 对 人生已经太匆匆 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朦 忘了我就没有痛 将往事留在风中 跟住 Logan 嗯 我 Home 就 laughing 我